2018节新秀,刚开始时候吵得很火,比如爱顿一直是撞热门人选,最后手握撞签的太阳也老老实实选了他,东西系虽然很傲慢,比接受视讯,但是老鹰依然把三号签留给了他,后被独行侠倾力得到。 迈尔斯·布里奇斯从乐透掉的第十二顺位,令人遗憾,只是,2018-19赛季已经打了不少比赛,这届的新秀怎样?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对得上选秀大年的称号。 截至目前,这一届有八人取得了场军十佳的数据,其中三人表现更加突出,东西奇场军拿到19.4分6.6篮板,4.6助攻,非常成熟,全面,爱顿场军得到16.9分11篮板3.1助攻,唯一的两双折。 截了两场军19.1分,3.2篮板7.9助攻,虽然三分命中率只有32%,距离库里很远,但总体数据不错。 可以说,这三大新秀与其他人拉开了差距,其中东西奇全面,另外两人也旗鼓相当,而且在新赛季的已进行为比赛中,他们都使着信地帮助到过球队。 比如在老鹰123比118击败热火的比赛中,特雷扬就亮点评审,例如第三节开始才两分钟,特雷扬拿球后单手全场长传助攻队友凯文赫尔特双手扣篮得分,经验全场,全场得到24分6篮板15助攻,其余人员,多数也不错。 国王的马龙巴格利本赛季他场均取得12.8分6.8篮板1.1助攻,绑住球,对击得6胜4负,战绩是前十星星中最好的。 浑熊的杰伦杰克市场均11.7分4.6篮板,骑士的柯林塞克斯顿场均11.1分2.4篮板2.2助攻,公牛的温德尔卡特场均11.1分71篮板2.8助攻,森林狼的奥科技场均10.6分5.3篮板1.3助攻。 写击